节假日里南匾要和亲朋好友小聚 于是酒驾又有所抬头了 下面这位山东德州的司机 醉酒之后引发交通事故不说 还耍酒疯 吐狂言 监控视频显示 这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一下子冲进了路边的绿化带中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驾驶员张某满身酒气 说话语无论次 看来喝的真不少 连自己的车都不认得了 见有很多市民围观 张某对着他们发起了火 接下来张某的话还把自己的怒气 指向了身边的交警 酒精含量检测 显示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256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当交警要求张某出示驾驶证时 张某的回答又让民警大吃一惊 以为张某酒后说醉话 民警通过身份信息 在驾驶员信息网上进行查询 发现张某确实未取得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